4月30日,农历4月初八佛誕日, 往年这一天的香港长洲岛上锣鼓齐鸣,热闹非凡。 不少市民和游客专程来到这里, 感受香港独有的民间节庆活动《长洲太平清教》。 但今年疫情之下,未避免人群聚集,活动安排从简。 除岛上居民外,前来参观的市民和游客少于往年。 香港《长洲太平清教之礼会》早前宣布, 取消飘色巡游及抢包衫, 汇景巡游亦于当天宣布取消。 早上时时许,记者在长洲北地庙附近看到, 传统的祭祀仪式仍在举行, 不少山信前来上乡,他们多是附近的居民。 虽然看不到汇景巡游、飘色等特色节目有点失望, 但疫情之下,居民们已表示理解。 住在长洲的居民陈先生,往年都会参与组织飘色巡游。 今年一早宣布一系列的传统节目被取消, 一下子清闲下来的他,感觉很无奈。 陈先生告读记者, 太平清教的起源与当年的一场瘟疫有关, 希望现在的疫情也能早点过去。 这个太平清教的起源是由瘟疫开始的, 我们主要是那时候是需要求北帝爷去保佑这个岛, 将瘟疫去解除, 所以这个日子是有纪念性的, 应该要做些事, 我觉得也希望疫情快点走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